卡塔尔王子的母亲莫扎的一生 在小说中都不敢这么写 堪称《甄嬛传真人版》 当时他的父亲得罪了国王 受到了惩罚 因此家境一贫如洗 但他凭借着非凡的魅力 在18岁时 嫁给了卡塔尔王子这个仇人之子 一夜之间成为了卡塔尔皇室成员 莫扎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非常聪明 尤其擅长经商 26岁的他就掌管了卡塔尔王室的财物 并很快成为卡塔尔王室 首位私人投资集团总裁 投资真的很强大 据说莫扎是商界的大师 他先后在英国和法国 投资了多家大公司 甚至买下了华伦天母 他也喜欢各大奢侈品牌 有很多大牌的高档品牌 据说LV和蒂芙尼也有他的股份 此外莫扎是卡塔尔第一位 出门不戴面纱的女性 他非常勇敢和强大 更何况 在莫扎元30多岁的时候 他还帮助丈夫推翻了旧王 他的丈夫成了新国王 他顺理成章地成了王后 同时 他就出了受到惩罚的父亲 这段复仇之旅着实惊心动魄 堪称中东的甄嬛